哈马斯领袖哈尼亚昨天惊传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到暗杀身亡 消失一出震惊国际 各界也陆续作出回应 伊朗官员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事发后 随即在国安紧急会议中下令要直接打击以色列 并且透过声明提到要替在境内遇害的重要兵客哈尼亚报仇 面对伊朗和哈马斯都把矛头指向以色列 以国总理纳坦雅胡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以色列就是杀害哈尼亚的幕后黑手 只提到过去几天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此外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也强调 如果暗杀哈尼亚的行动没有美国的授权及支持 就不可能会发生 而美国方面国务卿布林肯则回应 美国对此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暗杀哈尼亚的行动 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促成停火 让在加萨的人职能够安全回家 而在白宫记者会上国安顾问科比 也被记者连环追问相关问题 不过对于整起事件同样是三间齐口 甚至不愿意证实相关的报道 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升温 国际媒体多认为哈尼亚遇袭身亡 是对加萨和平的重大冲击 美联社分析这次暗杀行动 不只让加萨的停火谈判破局 还可能引发全面性的地区战争 其中伊朗和以色列更可能上演直接对抗的场面 美国媒体Newsweek则引述伊朗分析师的说法 指出伊朗的反击行动有三种可能 分别是采取大规模攻击的直接行动 利用中东代理人组织的间接行动 以及联合其他反以色力的中东抵抗轴心 来进行复仇计划 不过报道也指出伊朗和以色列 都不希望爆发全面战争 双方向是在棋盘上对弈 希望维持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 以上是记者陈宜君整理报道 눌러是不是 屁 屁 unto坚 suspended 屁 屁袖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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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